一般的我們去查封的時候 他就說天皇鳥怎麼辦 怎麼會怎麼樣把封條取掉 你就趕快還錢 通常在 我們不可以把封條撕掉嗎 不可以 不可以 撕掉就完了 就毀損封條的 可是我裡面有東西 通常是這樣 有人這樣叫 封條只要貼在這對不對 就拿一個村連 貼在它上面 通常是這樣 我如果想進去也不行 可以進去 封條是查封是說 封條只是貼在你的房子裡面而已 但是並不代表 你還是可以用 照用 可以照住 所以居住沒有問題 像這個房子四拍 是他先查封 查封完之後 他們還是可以在那邊生活 起居 所以沒有感覺 不感到你知道嗎 他沒有感覺 直到最後 我們這案子直到最後 他已經全力以轉證 最後拍賣人家買了對不對 法院就發一個 全力以轉證書給他 說你可以去登記 一登記完就辯別人的 所以辯別的時候 人家要說你要給我 那我們如果為了美觀起見 不要讓被封條被看到 我們可以用村連 把它弄起來就對了 但是不能撕下來 不能毀損他 你可以擋住他 畫一幅畫也可以 畫一幅畫可以 畫在外面 但是不要把它弄壞 弄壞就完蛋了 不能弄壞 可以填上去